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匙必備佳品 就是這個撥撥Ultraman 三百九十九元 有六十粒 一日吃一至兩粒 一粒就可以用兩個月 兩粒就可以吃一個月 都是我們其中一種大補品來的 我們有Ultraman 我們有黃晶片 我們有蛹蟲泰 稍後有Stronger BB Stronger BB是甚麼來的 你上來問同事就可以了 當然稍後會有仁仁水 都很多這一類的產品 大溝刀 好了 大溝刀 那條大溝刀 就不會令它硬一點 明天 星期六 大家可以聾約上來 逛逛街 有幾樣東西 我要highlight它 第一造節的食品 有甚麼金湯匙等等 甚麼狗大鬼 可以試一下 我們那個鮑魚 有些客人說 其實298元 跟以前那隻乾包 都差不多 差不多 差100元 以前那隻這麼小 399 是很划算的 很好吃 今次這一隻 是大的 兩頭 兩三頭 但是 本身都用來做乾包的質地 粉紅包 粉紅殼包 但是另外一種食法 非常好吃 你不要想像 在外面街 一般街市買的 南非包 我不說那些大臉 台灣包 福建包 那種東西 不是那樣東西 是另外一件事 來的 那麼 譬如可以買我們的 豬肉乾 我覺得很好吃 日本的豬肉乾 43元 即43元 我們的椰子餅 36元 有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上來看看 我們的土汁 18元 阿澤那隻 新的 宜蘭三星 蔥油半麵 我還沒吃 那就是 55元 有四包 這些東西 都可以選購 我們會有 阿楓帥號 有美女 美女 是 Lattery 他每個星期六都會上來的 和阿楓帥號一起為大家 解決你的心中疑問 其實有什麼 其實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錢、銀 女人 包括升職、制御 女人 即是感情 男女感情 小孩子讀書 都是這幾樣東西 那 又是艷血艷眼 全部的東西 星期六基本上是我們的 黃金日 那上來 那 還有我 大家當然要買 KK 金槍人那本 那本畫集 我覺得很划算 賣 他標價200元 OK 那 哇 你還想怎樣 百幾幅 百幾幅畫 真是很值得收藏 這本書是我 即是我們歷來賣過這麼多本書 我都比較喜歡的一本 那另外一本就是 之前學KK的那本 KK那本 好看 那四身雙雙呢 我其實是一般的 就是他幫幫忙 因為四身雙雙 有些客人買回去 就掃完 我來follow那些女生 這樣可以的 那你問我 路點我都沒什麼好看 你沒看過嗎 是 老實說 好難說 去到我的年紀先 你脫了三褲 第一 中國女人 中國女仔 其實你說 好好身材呢 極欺 好欠少 通常都是有些缺點的 不過在攝影底下 反而能夠遮到醜 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好了 我們先講講新聞 都有一些好東西 今天有好東西的新聞 第一單當然也不是好東西 不難搞的 但是不知為何會這樣 就是啟德那條啟德河 喂 臭氣昏天 OK 那為什麼呢 區議員 有條區議員叫林伯 不知道什麼水 六月起 陸續收到多位街坊投訴 OK 他說啟德站 外面那條啟德河 傳出惡臭 我走過的時候 臭臭到想吐 頭暈頭痛 那麼誇張 那些狗仔走過 更加會全身戰鬥 和打一刺 河裡面更加有死魚 形容味道好像死老鼠 就要求環保署交代 死老鼠好臭 好臭 好臭 我們看這條啟德河是什麼 來的先 全長2.4公里 就不算很長 2018年元宮 由蒲江村到起 沿著彩虹道 流經東頭村 流經這個新蒲江 然後去到啟德 最後就流入維多利亞港 其實如果熟那裡的地帶 那麼我們都知道了 東頭村啊 新蒲江啊 它本身那裡 也有幾條那些 雨水帶渠 那條河 明渠 明渠 現在香港不多 深水埗還有 深水埗也沒有了 南昌街條 元朗 元朗 世界各地都有 我們去到 我記得在南韓 我去到那個 不知什麼市場 街市 都很出名 旁邊都是這樣的 明河 明渠 這樣 OK 那這個呢 我想這條啟德河 就接駁了 那個 剛才我講的那些 是東九路 龍主要排紅的 渠道之一 啟德那位呢 就是河的下游 OK 他說呢 自從這條渠 運作以來 一直都有些臭味 但是 去到今年六月起呢 居民就反映 喂 不是啊 在私人屋院這個 Oasis 啟德和尚 哇 我真的不懂讀的 樽營之間 啟德何何段 你們兩個臭場加臭啊 街坊在天橋走過 都會感到 嘔心頭暈頭痛 好 好了 路過要戴口罩 有些寵物狗呢 路徑 就會表現不適 因為那些狗仔呢 臭角 好過人很多 哇 真是殺人蜜燈 如果你們有沒有聞到 醋味會浸透 大家知道 其實我覺得是誇張的 那 那 更臭 你除非有沼氣而已 要不然是臭 怎會這樣啊 那你是不是真的可能會有 有毒氣體啊 那為什麼呢 原來事源呢 現在研究出來 是駁錯渠 有二十四個口 駁錯了 二十四個駁錯 一兩個就說 二十四個駁錯呢 是駁錯 就是污水渠 就駁錯到雨水渠 那污水渠何為污水呢 很簡單 是不是洗碗水啊 當然你可以說是洗碗水 之一 就是由你的屋苑 你的樓宇 你的舖排出去的污水 不要的水 裡面包括有 尤其是洗澡 洗碗的水 洗菜的水 也都有屎水 和尿水 OK 進入了河裡面 因為駁錯了嘛 五十四 但是 我不知道那裡有幾多條渠 駁錯了 如果那條渠 原來只有四五十條 那是一半的 我不知道 應該就不止 駁錯了 他有沒有交代 是大 大位還是小位 為什麼呢 那一棟大廈 那 他有很多條 那些 污水渠 這樣能夠 他下到下面 大家想像到 他不會 他一個大廈 都可能有十 十條八條 污水渠 可能這樣 這樣 都堆在那條河裡 OK 我相信呢 他一定會是有些 collect 成為一條大渠 一些大一些渠 去那條河裡 所以一個位呢 我不知道 可能其實已經集了幾十條 西喉 的為之一個接駁 OK 如果不是 未至於就像這樣 好了 但是一直都臭 為什麼突然臭呢 那麼 原來就是發覺 近日呢 為什麼呢 因為 附近有大量地盤 工廈等等 可能有些 頭薄錯了 而有關工程完了 但是因為雨季呢 水位上升 兼且又打風 於是捲起一些氣味 即是捲起一些東西 哈哈 入下之後 就情況惡化 投訴增加 那 這些情況呢 本來你說 屎水有多醜呢 屎水很醜 不是啊 屎水還沒夠啊 是你現在運了 這麼多東西 從一個地底谷出來 他可能根本呢 去形成那些 即是毒氣類似的東西 當然啦 死人啊 不是普通 我都小的醜 OK 好了 水質方面 這樣問水質嘛 環保署說 取得河現在的水質指數 是達到普通評級以上的 普通評級以上的 普通評級以上 即是喂 屎你了沒有 不要說喝了 你跳下去游泳也不怕 你下去喝一口給我看 那他就是這樣回答 普通啊 而河水的 即合格 你喝就喝 河水的溶解養量充足 大致符合相關水質指標 你喝一杯 顯示啟德河水的水質持續改善 我們會繼續 環保署說會繼續密切監視 以及跟進 啟德河的水質情況 好啦 你搏錯了渠 他可以改善到哪裏呢 即是瘋狂 好啦 還是標準是這麼低呢 問回工程學會那些 這個屋宇裝置分佈上任主席余偉佩就說 錯駁烏水渠去到雨水渠的情況呢 是很罕見的 也都很難估計駁錯渠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新的建築 那裏大部分是新的建築來的嘛 接駁烏水渠的圖則會經過屋宇處 又會經過渠務處去審批 他說相關部門呢 會看這些渠知道怎樣駁的 他說即使涉及基建工程 需要改動地下設施呢 也都要經過同一個程座 又要屋宇處和渠務處去審批的 他說基本上駁錯渠的機會是很微的 他說但是現在這樣呢 他說只要追蹤到接駁到的 即是駁錯渠 或者重新接駁呢 糾正問題 應該就不用很久 很簡單而已 那些時間可以 那看一下他啦 我們繼續跟進 是 全灣西啦 那邊弄了二十多年 也沒剝好 全灣好像很臭啊 那你老母子很瘋狂的事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你可以說我是水則普通 他說根據科學來說 可能是的 這些東西呢 西手飛去看 這些東西是要特事特辦的 你找不到哪去 什麼票也好 就趕快渠無處 就自己派人下去 應該其實是的 你有監工的是不是 立即派人下去 找回那個接播位選擇 是什麼公司負責 什麼地方的建築 但是真的有監工 你有工程師會看的 機會很微 它不是那些 好像我們電視機後面 有千八條線很亂的 一渠你 你怎樣都這樣 應該不難跟的 好了 不要罵 都有一宗好東西 雖然耗時甚耐 但是這個是比較人性化處理的事情 我都給大拇指 我們不是不斷屁 證明我們真的屁 劉夢熊那樣 屁了 沒有是其是非其非 當然都是耐的 76歲的整標佬 講得好聽一點 中標工匠 蛇永勝 1980年開始 在觀塘拜師學藝 1980年44年前 時為32歲 32歲才去拜師學藝 當時的人就有這樣的事情 1980年 你計算到400年出生 去到80年32歲 現在當然覺得也不小 但其實也不是很大 不是 都是找回門手藝 1980在觀塘拜師學藝 展開了40多年的中標維修生藝 現在這個行業都叫做適微 因為人們的錶都少帶 因為有手機 我一會兒就去買錶 但是 但是 怎麼說 我看到我們有一個大隻 Dude 他買了一隻 Samsung Ultra 那隻錶 好啊 好啊 那我就不會用這些功能 其實 看他的血氧 那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很漂亮 不是 傳聞蟹帶 那隻錶 那隻哪隻 那隻哪隻 傳聞蟹那隻 那隻錶 那隻那隻錶 那隻那隻不扔 不是 那有人扔他 我真的不明白 別人跳水金鞋 不戴那隻錶 那隻那隻那隻錶 我沒有戴 其他那些運動員的錶 那隻錶 我們是否 即是他一定要黑勤黑劍 一定要好 最紅的那個 老實講 喂 當然 我認為 其實 我們怎樣去看這些商品呢 如果 你根本都沒有這麼大的頭 或者 於是 你去出賣做雞 賣血 賣腎 我要換個iPhone 我要換個LV 那我們當然不贊成 那些都 都理你不好了 是啊 我們不是不贊成 會覺得 真的會屎少 但是你說 如果 他一個人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而他覺得開心 老實講 你給我帶一隻 兩隻錶 二百萬三百萬 我不會開心的 那我就不會花那塊錢 但是可能我二三百萬 我輸了他 那天晚上 這是我的個人選擇 當然你輸了他 似乎 一般來說 都認為你可能會有 但是如果 你說 他花幾萬元 十幾萬元 二十幾萬元 他買一隻錶 咦 他有什麼身價 今時今日 而 他自己開心得到 那我也 絕對沒有問題 他開心得到 你有什麼價不價值 要什麼人家解釋 你得隻錶是誰 真人富貴 以為人窮 就是這樣 說真的 好像我們買一隻石 買一隻鑽石 給媽媽 給老婆 無論如何 小小隻 又說七皮 十二萬元 嘩 沒什麼事 十二萬元 心裡暗暗 誰知道老婆 很開心 女兒很開心 或者媽媽很開心 這樣就夠了 那不是怎樣 那你怎樣 沒有價值 就是這樣 講開鑽石 都可以再繼續 有跟進 下個星期 我們講一個 人造石 偏得似乎 科技越來越 進步 價錢越來越低 但是女人始終都接受不了 始終不同 現在沒得始終不同 你放進去的那些 實驗室都查不到那些分別 但是 不再不同 那你就沒得說 好了 這一個 蛇兄 80年在觀塘擺設學藝 展開40多年的中標遺失生藝 也都復活了觀塘這麼多年 但是 他錯過了食環處 在09年的一次性工匠普查 09年就有這樣的普查 自此就成為一個沒有登記 沒有牌照的標像 因為沒有牌 在觀塘重建的時候 也都未獲安子 成為三毛工匠 由2018年開始 2018年 現在講到六年前 其實那時候都70歲了 他就向食環處爭取工匠牌照 經過努力之後 六年 除了成為登記工匠之外 近日都獲食環處法固定攤位 的小販牌照 也都獲得安子 在觀塘一處的天橋底 明正言順地擺檔 成為全港首個成功的例子 首先 這些比較人性化的處理 我想 無論你政治立場 是左宣遊也好 都會覺得是OK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問我 是不是要六年呢 為什麼不是半年一年呢 你幾個處方 一著情 一證明他有這個手藝 有這個履歷 其實是可以的 六年即是特首都下台了 人都死了 他申請都死了70歲 是吧 好了 蛇兵姓今年76歲 在觀塘區擺檔 收理中標40年了 2009年 還有原因 因為大陸處理前妻的病況 錯過了食環處的一次性工匠普查 所以就未獲登記辨識 和確定經營地點 2017年 觀塘市中心有五名工匠 現在兩個退休 真的有三個 另外兩個 其實在2009年那次的普查之後 要分別獲法維修中標和保鞋的牌照 正是社伯就不獲法牌 就成為一個無牌的中標像 好了 後來卷堂開始重建了 越民坊 在越民坊營業的 社伯就被迫在附近 尋身全空間 五年入面搬了四次 2019年越民坊清場 大部分當犯都獲得安置 只有社伯就孤身繼續在越民坊街頭擺檔 幾乎每個月都會被票控 有時候罰幾百 有時候罰幾千 其實老實說 這個標檔 可能說反法制反法 你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每個月都要罰他呢 就是了 好了 事從2018年開始 蛇伯一直堅持向觀塘區議會 和上街爭取 加上地區組織活在觀塘的前年開始 就求助網民 收集了蛇伯自2009年至2011年 在越民坊經營的證據 今年蛇伯也在2010年 向警署查詢越民坊的濕密紀錄 終於找到他們又提供了2015年 電影《殺破浪2》的片段 足以令到食環處 信納蛇伯在越民坊經營過 中標維修檔 老實說 要證明他曾經經營過 中標維修檔 根本就非常之容易 如果在2009年之後 其實我覺得都很容易 上片 只不過現在因為有區議會 和活在觀塘組織 多一些人去做 因為我相信蛇伯 在年齡的人 他本身不太懂得做這些 好了 那美食環處 老實說 其實只要問一下 在街上走的人 就知道蛇伯以前是沒有做過中標 好了 蛇伯現在獲食環處 建議發牌 那麼 有待 觀塘區議會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 下個星期通過審議後 就可以正式擺檔了 這樣就通過了 預期11月最快就可以在新地址開店 根據區議會的文件 新地址位於進業里行人天橋旁的行人路 每年排費3458元 攤位面積不能夠 0.4至0.5米 0.5米 即是呎幾 呎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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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小 真是很小 0.4至0.5米 食環處說 有關文件上表示 評估地點 諮詢相關部門和機構 包括消防署 警務署和港鐵等等 都對相關地點沒有意義 所以原則上 就同意簽發一個工匠牌 唉 真的 這些特事就應該要特辦 甚至這些工匠牌 有時候 法 就真是不外人情 老套說話 我們先看看 阿社伯的檔攤 其實就是一個 大家好 傳統 我真的是 所以他這麼小 一張台 香港的效率很高 一國排多96元 其實這些 你問我 你都不肯發牌 都不肯發牌 人做你 應該更開心 你裝了幾多 老實說 以前很簡單 我們電視錶 我換個電 你真是不知道哪裏換我 現在這些白白走了 不讓我真的進去周大福嗎 周先生 是嗎 是嗎 我試過的 我說我當然是超職 那時候我戴電 如果我戴電視錶 我換電 我就去蘇哥留校 他們在買什麼 在買光斯蘭燉 我問你怎麼換電 那我們自己有 你普通人 就坐在那裡 是吧 那你當然需要這些 有時候 我說不好聽 我想抹一下油 那些普通 又不是很貴 幾千元那些 那些 自動錶 上電錶 難道我下下 那些小幾千人去 我不是說 勞律士嗎 那你這些 就有需要 還有錶有時候 你給人名牌 它有個價值 我爸爸留下來的 是吧 我前妻留給我 就算我就是 喂 鐵達士 我都想它行得 想它閃明明 這些工作 當然有它的存在價值 有多少人會弄這些 真的不是說什麼 好 回來 昨天那宗 海雲道 旅遊巴 轉彎 撞死了個 五十歲 那樣 曹先生 那 有沒有最新資料 那個是什麼司機 沒有 都沒有 沒有 我覺得反而最奇怪 如果正常來說 就是 邵氏司機 姓黃 六十五歲 已經開這條線 兩年了 起碼會有這些資料 是吧 不是說它是什麼人 沒有 什麼資料都沒有 我非常 憤怒 究竟這個司機 是否真的外勞 我很懷疑 我真的很懷疑 我問他太太 我這裏是見不到 下面 我想大家自己去找 有一條連結給我們 我想由 因為那個不是工商 就不關於工業商 全職會 看看大家幫不幫到 因為即集易成球 大家很少做 等於我經常叫大家 大家沒人給一元 現在幾千元 就有幾千元 就是這個意思 真可憐 曹太跟記者透露 先生是家中經濟支柱 連親戚都大賺死者 是模範丈夫 帶好家庭 遭逢的巨變 真的很難接受 太難接受 他不是說病開 你心中有個 亂過馬路 為何你不看 我好地地跟著 公仔、陸公仔走 這樣來 是不是蒙望之災 前排 一晚 在下面 拔街 上海街 十字路口 綠燈 走 前面那輛車 那輛車都在拔街 他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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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街 他轉了 他想說 吵你了 他想不想開車 神經病 但是那次沒有撞到人 沒有 幸好他撞到 拔街 去上海街 轉左 這麼奇怪 如果那邊 左邊有車 就應偶了 剛剛就是 路透露燈 OK 他也撞不到人 這些車 很可能 不是香港司機 不像白人人 因為那條路 是有箭嘴的 是啊 好了 曹太說 和丈夫有三個女兒 小女兒讀中三 有這麼多 兩個女兒 一個讀大一 一個讀大三 最等用錢 這個時候 先生呢 做地盤工人 做了二十幾年 今天在意外現場 附近一個地盤 開工 這兩個月來 因為先生 開工不夠 積蓄也不多 現在就 剛剛是夠走賺而已 他說 老公作為家中經濟之處 他就形容先生 很顧家的 平時放工呢 就值得回家 也都不時會替他買菜 連親戚和旁邊屋 左右都大賺他是冒犯老公 他說呢 曹太坦然 雖然自己在工廠 真的有回工廠 上班幫幫忙 沒有假計 但現在對未來都很憂 除了簾葬費之外 家裡有三個女兒讀書 兩個女兒大學費昂貴 又沒有甚麼積蓄留下 現在靠自己萬多元個月 真是頂不住的 小女牛包違規 左轉 曹太當然 通緝司機一次違規 就令到一個家庭散了 他說他先生 過馬路是很小心的 他說他會等 即使沒有車 也要等陸公仔停定 他才會過馬路 但他猜不到 有輛車這樣衝過來 還有 我還想說 他如果不是快車 你這樣轉 你都馬上倒 倒的那種狀況是不同的 還要是轉彎是在給油 有 過馬路之前都看了兩邊 你都猜不到這樣吧 你不要逛逛 綠燈的時候 你都猜不到 完全猜不到 喂 就算 跟我過馬路 綠燈的時候 從來看 我都看了 停車 綠燈 於是你的心態會 老實說 我沒有那麼聚焦 問心那句 是吧 再來的時候 你一看 他就快 他就避不及了 好了 因為你看了 你聽到聲音 希望死到的 那 事件是昨天下午中五十二點 五十歲 五十歲 五十歲的男事主 就在這個燈位上這樣 打開了 旅遊巴司機有 原來有 其他事都沒有 其他事都 五十歲的旅遊巴司機 姓劉 唉 你們說人生 休息一會